Hello 大家好 我的Tian 今天这一期视频继续和朋友们说说中国女排 因为现在呢 世锦赛开始的时间确实也是越来越近了 球迷朋友们期待国际性的女排赛事 也是即将正式到来 那看完视频 如果你支持我的观点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哦 谢谢大家 那么随着世锦赛的即将来临 中国女排的一次自人大名单也是进入了倒计时 但是蔡兵到目前为止啊 还是没有给出名单 所以呢 民间也是流传了许多份所谓的14人大名单 但是官方啊 并没有发布 所以还不能确定其真实性 当然了 在其中也是看到了吴孟杰的名字 这就是为什么球迷们要为这份名单打上一个 大大的问号的原因了 亚洲杯比赛结束之后啊 吴孟杰就没有回国 由于国内的防疫要求 所以吴孟杰只能够滞留在菲律宾 并且和庄宇山他们已经确定了会参加 东南亚的排球挑战赛 那东南亚的排球挑战赛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那么吴孟杰就更不可能会参加世竞赛了 这对于中国女排来说也是不小的损失了 而且呢 因为疫情这样被迫选择 确实也是太无奈了 那自从呢 亚洲杯结束之后啊 就有很多的球迷呼吁 希望吴孟杰能够迅速的进入到中国一队 这样的想法也并非是孔雪来风 因为吴孟杰呢 在亚洲杯上面的出色表现啊 而且呢 她的年龄也才20岁 作为球队的行身力量 完全可以受到国家队的培养 如果能够培养出这样有潜力的新兴选手的话啊 那么 中国女排在未来再次踏上世界之巅 也不是梦想了 所以呢 对于吴孟杰本次不能够参加世竞赛啊 球迷们也是感到十分的惋惜 即便在后来她能够顺利的回国 但是和中国女排一队的队员们 和练的机会也并不是很多了 那么 如果在赛场上造成了默契配合不够 就很容易影响到比赛的进程 和整个比赛的大局 那么这样一来 在世竞赛上面呢 可能还会延续世界女排联赛上面的阵容 要知道啊 当初这只阵容啊 在世界女排联赛上面的表现 并不是很粗色 甚至可以用低迷来形容 虽然在之后啊 对中国女排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 但是呢 在两个月的集训当中啊 默契配合度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啊 有了一定的提升 但是如果说 要打造一支实力超群 完全不一样的球队的话 那么几乎不可能 所以现在对于蔡兵来说 就是里外为难 如果不起用新的球员 一旦输了比赛 肯定会有部分球迷会说 都怪蔡兵的固执己见 不让年轻球员进来 如果用了年轻球员 又会有极端的球迷说 蔡兵也真是心大 什么样的人都敢用 这可是世锦赛啊 那自从东江运会之后啊 中国女排的小组赛啊 就被淘汰出局 如今的中国女排是处于一个 十分低迷的状态 无论是中国女排的球迷 或者是中国排球协会 或者是中国女排的队员 都十分希望能够有一场比赛 能够带动中国女排的 氛围和状态 能够一扫啊 之前东京奥运会 带来的中重阴霾 但是这个人难道 真的只能是朱婷 或者是张昌宁吗 而且我们真的能够 等来朱婷和张昌宁 这样的神兵天将吗 所以呢 我们还是希望啊 中国女排能够培养起 自己的新的队员 将后背力量 作为中国女排的未来希望 继续的培养 这样才是最根本的方法了 好了 本期视频我们就收大整 记得帮天天点赞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